十年前在我家农田种植的树苗 没想到如今现在很值钱了 这几天有一个老板 从我们村口这条马路经过的时候 就看中了我家的树苗 就来我家谈收购的事情 没想到这种树苗现在长大后 能那么值钱了 那个老板一千来块钱一颗收购 不知道这种树苗长这么大了 一千块钱卖出去 大家一起帮忙看看这么大的树苗 现在到底能值多少钱 现在来到农田这边 我们村的农田 因为旁边就是一条大马路 我们村口出去 那条马路是我们这边的省道 那条省道是通往广东的必经之路 那个老板就是从那条省道经过的时候 就看中了我家农田种植的这些树苗 因为我爷爷在村里比较懒 本来我们村里的农田大家都种植水稻蔬蔬菜之类的 然后我爷爷十年前就没有种植水稻蔬蔬蔬了 我家的农田都是种植的树苗 但是东一块西一块种植的也非常多 我家农田种植的都是这种树苗 现在长大了 然后那个老板就看中了这些树苗 就来我家谈收购的事情 说这些树苗一千来块钱一棵收购给他 希望大家一起帮忙看看 长这么大的树苗到底能值多少钱 那边有几片就比较大的 然后我身后这边的呢就比较小的 身后这两片就比较小 应该这边的土地没那么肥沃 然后那边还有一片 那边的比较大的 我爷爷说 我家这边应该都有一千来棵 我们近距离一起来认识一下 是一种不落叶的树苗 它的叶子一年四季都是绿油油的 这边一小片应该还没有一百棵 才五六十棵的样子 但是这些树苗都有十来年了 才长了这么大 应该每棵就十多公分的样子 我们这边叫黄茶纸树 普通话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 应该这种树苗现在都成了好像是国家保护植物 大家近距离来认识一下 这些树干基本上都是有十公分了 大家看一下它的叶子 它的叶子一年四季都是绿油油的 叶子像竹叶 还有它的嫩枝 嫩枝也是绿色的 它的叶子比较厚一点 这个就是叶子了 它的叶子非常的漂亮 有一点光泽度 然后这种树 它还会结果子的 但是它的果子好像没什么用 树上挂满了果子 这些果子好像都是去年的 都干了 这个果子有没有什么用啊 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它的果子 它的果子圆圆的 这些是去年的果子啊 树上非常多 但是这种果子好像没用 然后就管它在树上了 这边的比较大一点 还有这边 这边非常多 还有那边还有一小块 这边呢非常多 这边最少都有三四百棵 还有那边哈 重要的是这么大的树苗 一千块钱一棵收购给人家 会不会亏 算了一下 我家每一千棵都有八百棵 也就八十万 希望大家帮忙转发分享一下 让更多的人看看 这种树这么大了 到底能值多少钱 欢迎大家屏幕下方留言探讨 好了先感谢大家了 等到这个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好看